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夕 团派大将汪洋在广东发起三打两件运动 数百官员落马 三打两件是指打击七行霸市 打击制甲受甲 打击商业贿赂 两件则是指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市场监管体系 近日媒体报道 这股风潮也遍及山东 山西和湖南等地 外界认为 这可能是胡温为力保十八大权力交接而采取的举措 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的腐败已经根深蒂固 胡温如果真心为民众着想 就应该尽早抛弃中共 今年2月份开始 广东省掀起名为三打两件的警动 仅深圳和广州两地 就有包括省财政厅副厅长威金峰 省府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谢峰飞在内的 300多名官员被双规调查 截至6月8号 广东省已经查结商业贿赂案件 677件 正在查办2046件 涉案金额8亿多元 涉及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 1072人 其中厅级干部28人 处级干部123人 最近台湾媒体报道 与广东省的繁府整治风潮类似 山东 山西 湖南等地 也都在大力整治贪官 自201年底以来 山西已查处违规违纪案件367起 官员540人 纠责294人 湖南陈州问责231起 干部职工756人 56人被免职 山东受光则清退102名不合格党员 其中68人涉嫌违法违纪 报道认为 这次整肃风潮是由胡锦涛 温家宝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前联手推动的 对此 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对新唐人表示 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经多次谈到 官员的腐败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的生存 武凡认为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毒瘤 根本无法割掉 现在这个毒瘤越长越大 所以现在在开会呢 他也不得不立行公司再讲一讲 希望能够减少一点 不要把这个亡党亡国太快了 他们现在很担忧这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候呢 在吹吹风嘛 希望不要很快就倒掉了 武凡强调 共产党所谓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实质上是在吓唬中共自己 吓唬不到普通的老百姓 他一定会亡党的 不会亡国 这国家不会亡 因为有老百姓 有土地 有社会 这国家中国一定会存在 但是到时候恐怕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国号也改变了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王也表示 如果真正反腐败 共产党将面临解体 所以中共不可能彻底的反腐败 只是在走过场给大家看 现在的体制下反腐败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心情是越反腐败越严重 因为他没有一套机制 司法不都立 腐败你要司法来惩罚他 你司法不都立 你像薄熙来 但有的人要保薄熙来 这并不是都立的可以审判他 孙光也谈到 反腐涉及到中共内部各派的分歧与争斗 日前大陆中央军委批准一项规定 要求军官上报收入情况 这被外界认为 是胡锦涛想借由军队反腐败 消除江泽民薄熙来在军中的残余势力 而首要整肃的对象就是江泽民的心腹 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延安上将 此外也有消息说 2008年以来的反腐大动作 主要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推动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温家宝指示救援部队去灾区抢救 但江泽民贪腐派系控制的军队竟害怕余震 在几天之后才开赴灾区 温家宝多次催促都没用 气得把电话扔掉 温家宝发誓要彻查灾区学校的豆腐沙工程 但遭到曾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的阻挠 结果豆腐沙工程查不下去 为死亡学生呼吁奔走的黄崎 谭多仁 艾薇薇等反而被抓捕